号称亚洲区最大的邮轮海洋银峰号 近300公尺长 11层高 排水量7万多吨 可载客2400多人 最近以香港作为母港 开办多种不同的亚洲区航线 农历新年期间将会有香港来往高雄 基隆以及冲绳岛 让旅客可以体验中国人的过年气氛 情人节期间更有香港来回高雄的短程浪漫之旅 床上最大的房间总共有40平大 除了主人房之外还有客厅甚至钢琴 六天包吃包住及欣赏各种表演 最便宜的16000新台币 而有阳台的豪华套房大约要4万多新台币 基本包最主要就是煮 所有的entertainment 所有的正餐 食饭的东西 基本上所有的entertainment 主要的entertainment 我们都没有做任何其他的收费的 游轮除了最基本的大型自助餐厅之外 还有11家供应15个国家食品的餐厅 多家酒廊歌舞厅 每天都有表演的百老会师剧院 赌场及拔杖娱乐 画廊商店等等 户外则有多个游泳池以及10公尺高的攀石场 当您爬上距离海面11层楼高 可以享受到临海攀登的乐趣 好动的还有健身中心 累了可以享受全海景的水疗按摩中心等 亚太区游轮业务不断增长 2005年有107万人次 预计2010年增长到150万人 2015年更会达到200万人 未来会有更多游轮选择香港作为母港 开办到各地的不同航线 估计10年后 游轮旅客每年可为香港带来61新台币收入 香港目前只有一个游轮码头 而因为游轮业务不断增长 再加上船也越来越大 所以港府已经计划 在旧启德机场新建新的码头 位于旧启德机场的游轮码头 将可以有两到三个停破位 可停靠10万吨级 世界最大的游轮 避免了去年马力往后号防岗 只能停靠破柜码头的尴尬情况 游轮业者相信两岸找日三通 船公司可安排更多航线选择 对游轮业有帮助 目前新加坡上海等地 都在拓建新的游轮码头 争夺这新兴的旅游市场 以上是中市驻香港记者 李景华的报道